大家好,我是小木 今天最惊人的消息是油管要删除所有关于大选什么什么的内容 那两个字还不能说了 说了会被消音或者视频删除 很多朋友昨晚就在给我发消息 大家纷纷讨论到底油管上的正义播主们怎么办呢 还有什么平台可以用 油管这个妄议中央就让你吃草啃荒的举措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今天也来聊聊我是如何认识真相的 正好今天大选相关内容不多 我也把昨天的内容更深入的说一说 昨天有朋友说没有听够 希望再多说一点 不然大选大新闻一进来又没有机会了 今天油管作恶 也是现世现报复现的日子 全都是好消息 朱利安尼出院了 老爷子也说自己年轻了十岁 看起来川普团队的人染病 再康复就是重生了一样 你看川普现在的经历 哪里是74岁的老人大病出狱的样子 叫嚣调查川普通俄门很凶的联邦众议员 Eric Swarwell被从情报委员会出名 川普说 Swarwell议员花几年的时间说我是俄罗斯的间谍 他实际上却一直在跟一个中国间谍睡觉 现在大家呼吁将他驱逐出国会 亨特拜登昨天被司法部调查税务问题 实际上就是跟中共攻对的问题 密歇根州听证会斥责证人的州议员 Cincy Johnson因为威胁川普支持者被停职 Newsmax电视台的收视率呈指数级增长 超过福克斯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48个州的总检察长 在周三对Facebook发起反垄断诉讼 指控该公司使用非法的反竞争策略来收购 或者扼杀竞争对手 以巩固其在社交网络领域的市场领导地位 FTC还寻求永久性禁令 要求Facebook剥离资产 现在有18个州加入德州大战四个摇摆州 2020正义联盟世纪大诉讼 川普也以个人身份加入战团 我们现在再回头看油管的行为 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很可笑 明天的反垄断诉讼就是针对谷歌来 但是困难的时间我们也得熬过去 从现在开始的每个视频都有可能被删除 没办法 小木就是跪不下去 还得继续传播真相 继续说真话 那这个频道是否会被关掉 我也不知道 所以未来的几天视频 我都会先呼吁一下 请大家去我的视频说明栏里 找到我的社媒账号 点击关注我的脸书 推特或者parler 一旦看不到小木了 我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 如果您没有这些社媒 一旦找不到我的频道了 就发邮件给我吧 但是我只有一个人做节目 几万个人给我发邮件 我也不可能及时回复 所以最好的办法 就是大家都follow一下我的社媒 随时我们都可以搬家 至于搬到什么地方 Rumble我去看过了 只能用英文 很多的英文媒体已经过去了 对中文来讲肯定不是首选 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搜索效率的问题 对中文内容的适应和优化都需要时间 新的平台一定会有 小木继续尝试 请大家在我的社媒点击关注 随时更新动向 对油管的封杀 目的呢我就不说了 就是不让大家知道真相 这就是一种造势 大家都知道左媒和民主党 现在用的手法 就是跟中共学的那一套吗 做什么事情舆论先行 舆论就是靠媒体吗 在中国我们身边有些宗教信仰人士 我们小时候读书的时候 父母就会让我们两耳不闻窗外事 埋头集中苦读书 突然有个小朋友说 他跟父母周末去教堂 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有病吧 在东北的父母也会说 别整那些没用的 又不能当饭吃 无神论是中共教育的基础 虽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我们 对无神论内心也有抵抗 毕竟中华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嘛 如实道学说深入人心 我们的道德规范行为标准 则多是从敬天信神的角度来的 你再怎么无神论吧 结婚要拜天地吧 被人欺负了打不过人家 还说一句 你等着天打五雷批 遭报应吧 我上次的视频也放了 总加速师都会说 三尺头上有神灵 就是说无神论把我们洗了多少遍呢 它怎么也洗不掉 中国人骨子里那些传统的东西 当然一带一带下去 那点痕迹渐渐也没有了 才会出现狄东升厚着脸皮讲龌龊 下面激动万分的鼓掌 这种可怕的事情了 顺便说一下 我上次说这个字念宅 但是呢 狄东升说别人叫他小狄 那可能人家自己都狄 那我们也尊重人家自己的叫法吧 在无神论基础上 以前中共党媒直接搞宣传 人民必须强制接受 不接受就整你 直到把你的灵魂都整跪下来才行 现在呢 随着中国跟世界接轨 网络发达 中国人越来越不信这个邪了 从90年代开始呢 很多中国人开始相对公开的 有宗教信仰啊 就是敢跟别人讲了 我信这个信那个 中共也知道 以前那种填鸭式的洗脑方式 不管用了 就开始了软性洗脑 洗得你很舒服 很受用 最后自己都变脂了 都不知道 这种的隐蔽性更强 伤害也更大 现在最典型的例子啊 就是比如像战狼啊 厉害了我的国啊 这种电影的出现 把洗脑跟人民喜欢的形式结合在一起 比如中国人最喜爱的微信群和公众号 充满了软性洗脑文章 祖国强大 一尊威武 还有各种假新闻和带风向 因为现在中国人普遍存在微信中毒症状 轻重不同而已啊 中共就利用了这个特点 在微信里加上了一点点党的flavor 新口味 你就不觉得这是洗脑 这是新时代对大脑杂质的过滤 和对脑纤维的按摩 来到国外本来能够看到真实信息的地方 因为英文太差 或者呢对微信的依赖 去读影真的很难啊 那这些人呢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不能够融入国外的本地社会 对外界信息产生排斥 我们在大陆都经历过这个中毒的过程 只不过呢有的人天生五毒不清 有的人出国后自我解毒疗伤 恢复健康 但是这个毒素要全部去掉啊 确实非常的难 我昨天因为感慨 美国这么多勇敢的吹哨人站出来 有的被死亡威胁 有的生活被毁 我谈到了个人对六四啊 法轮功香港中共病毒的看法 为什么谈这些大事件呢 请问在时政类中文自媒体圈子里的人 有几个人没有谈过这些问题的 不是说故意挑这些事情来讲 我今天讲的比较清楚了 是因为你没有弄明白这些大事件 你就不懂中国 更不懂中共 讲的详细一点 这些大事件呢 我在以前的视频里 也从不同角度多次说过 只是新加入的朋友有点奇怪 你怎么还说这个呢 其实我这里不是美国大选专题啊 小木谈天内容是非常广泛的 只不过现在大选成了世界的焦点 有的人曾经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小木我也挺川普 但是你不要说中共 中共没有本事操纵美国 当然这个谎言比较容易击破啊 我相信99%的小木专重都笑了 还有人说 小木我也反共 但是香港青年是暴徒啊 他们也打砸抢啊 有人说 小木我恨共产党 但是你支持法轮功我就不同意 谁谁都在电视上认罪啦 电视上说法轮功宣传什么什么的 有一次我讲台湾的问题 有人还退定了 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当然这么说和这么做的人呢 大陆人为主 还有一些东南亚的华人 也是被洗得晕晕乎乎 其实我还有很多事情没讲呢 我的观众里有很多是基督徒 中共把习近平的画像取代耶稣像 烧掉十字架 推倒教堂 推倒佛像 那比比皆是啊 我在国外呢 有一次遇到一个司机 他是教堂里面负责搞音乐相关活动的 他告诉我 小木啊 我们教堂经常有一些大陆人装走游客 跑来参加教会的活动 在国外学习教堂的一些知识 然后把信息带回国内 当然啊 我主要讲的是历史大事件 都有一个共同点 所有这些大事件的对立面 都是中共 您记住我一句话 当然是我个人观点 在重大事件中 中共反对的最凶的 迫害最卖力的 掩盖最辛苦的 那中共的宣传 你就什么都不应听 一定是假的 被他迫害的群体 一定是他宣传的反过来的那样 您把这个规律用在新疆人身上 用在这次病毒传播上 用在被嫖娼死的雷扬身上 全都符合 这就是自然规律 饿的天生怕善的 假的天生怕真的 总加速师天生 怕副总加速师 因为副总总会说出一些 不该说的话 让老总不能更好地 控制加速的节奏 现在不就是这个状态吗 中共不能让你有任何的信仰 或者上帝呀主呀 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党要保证对人民的绝对控制 所以在重大事件中 来集中抹黑和妖魔化 他要打压的对象 就是最最重要的 没有看懂这些 还说什么小木我也反共啊 但是中共说的什么什么是真的啊 这都是没弄清楚状况 不是有观众问吗 为何台湾媒体也挺拜登啊 为何哪位反共民运人士 也说川普输了 就是我说的呀 没弄清楚状况呀 中共现在在干什么 我们很多大陆人 通过历次运动都看了好几遍了 非常清晰 不会错 香港人生活的好好的 还以为中共能守住承诺 给50年时间 结果被逼上梁山 年轻人出来抗议 后来200万人上街和平大游行 让世界震惊 有观众说 他们是不是也打砸抢啊 香港年轻人是不是不和平 才招来镇压呀 我一向以来看这种大事件的方法 都是看主流 看出发点 而且通过时间来检验前后的一致性 因为这种事情你假装是很难维持的 通过到现在一年半的抗争运动 我个人认为香港主体是和平理性的 确实有个别地方的冲突 是因为黑警动物引发的反抗 那是不是被打死也不反抗才应该啊 而且香港人的出发点呢是非常的清晰 就是要回他们最基本的权利啊 而且是中共曾经许诺过的 是不是有小部分人真的做了过激行为 可能有 但是从历史角度评价这件事情 那是绝对有打高分的 当然也有不理性的人啊 把黑警假扮的恶行啦 无限放大 为黑警施暴开脱 这些人从来不提街头镜头下的黑警作恶 裸体女尸 被自杀的众多年轻人 这就是中共妖魔化 废青化香港人的主要手段 那法轮功学员呢 他们信奉詹善忍锻炼身体 招谁惹谁了 在中国镇压法轮功之前 媒体从来都没有报道过那些负面例子 对法轮功镇压之后 突然媒体拿出无数罪名压在法轮功身上 我之前有视频讲过 他们把法轮功的创始人头像啊 放到地上让人去踩 你踩就让你过 不踩就抓起来 用这种侮辱他人人格的方式让你选边 灵魂上屈服 昨天很多朋友去看了 我在说明栏里放了天安门自焚骗局视频 说他也被骗了20年 也没听说过那些法轮功吹哨者做出的壮举 以前在中国我们都有感受对吗 看到法轮功的人还要绕道走 心里很害怕 出国一看怎么法轮功全世界都有啊 这些人看起来很善良啊 至少没有像中共说的那样啊 所以说啊 所有在留言中先强调 小木我也反共 但是因为你支持香港 法轮功台湾 还揭露基督教被迫害 所以我觉得你说的怎么怎么不对 那我只能说 朋友 您可能还不太懂中共啊 虽然我不是基督徒 但是我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 人在做天在看 做恶事必有报应啊 我尊重那些有信仰的朋友 哪怕有些人信仰正义和良心 也敬佩他们为了反迫害 体现出的惊人的耐心和勇气 出来做自媒体 就是为了做正确的事情嘛 做英雄很难 在生死面前请胜任出不容易 但至少我们可以不作恶 不去帮着中共恶言相向 对那些被欺负的好人 如果愿意做多一点呢 就主动了解和传播真相 这样我们做人是不是更安心 更有价值呢 2020年是第一批清教徒 乘坐五月花号抵达 美洲大陆的第四百个年头 川普总统发布感恩节的公告说 呼吁美国人在家或者礼拜场 为所获得的恩赐 向神祷告 公告的第一段就说 在感恩节 我们感恩神赐予我们的慷慨祝福 我们要缅怀美国的立国传统 信仰家庭和友爱 感恩美国的立国之本 自由与民主 这是使我们国家 在世界历史中与众不同的地方 朋友们 无论你信仰什么 我们做我们该做的 不为自己 也为了子孙 好了 喜欢视频就请点赞留言 订阅频道 不要忘记去关注我的社交媒体 警方小木偷偷搬家 我们下期再见